CVT变速箱有着一系列的优点 因此自应用以来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相对于齿轮变速箱来说 CVT变速箱的换挡过度更加平稳 因此司机的主观感受就是换挡时的顿挫感较小 除此之外它的结构也比较简单 并且更加省油 鉴于以上优点 CVT变速箱里应被广泛应用 但是我们所熟知的货运车辆 却没有一款车型采用的是CVT变速箱 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CVT变速箱 不足以支撑起高扭矩车型导致 而实际上则不然 要知道在日本的实施坦克中 就曾使用了CVT变速箱 可见这种变速箱还是足以应付高扭矩车型的 那究竟为何货车上却少有见到呢 我们来看看人们对坦克与货车的需求 对于坦克来说 可能国家需要考虑的不是成本问题 而是它的性能 并且对去耐久性要求也并不高 而货车则不同 厂家需要考虑成本 否则无法从中获得利润 对于耐久性来说 像货车这种车辆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因此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对于货车来说 并不是不可以采用CVT变速箱 而是使用这种变速箱之后 会大大增加成本并且降低耐用性 由此看来 使用CVT变速箱虽然性能提升 但违背了货车经济实惠的特性 并且CVT变速箱在货车上的应用 也需要一定的技术突破 所以这就是货车上未能使用CVT变速箱的原因